等一下喔 後面沒有乾淨 喔 通常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髮型師會 給助理什麼建議 跟助理講說 換職業了 歡迎收看 豪瑜 我們是 都音小編團 我是凡凡 那今天呢 站在我身邊的是我們 都音小編團新來的鮮肉主持人 歡迎他 哈囉 我是來自花蓮秀營太魯閣的 小琴琴 今天我們來到了中原夜市 那請問我們今天來這邊幹嘛 中原夜市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美食 沒有錯 很多美食齁 但我們今天來這邊 不是要為了吃美食 而且我聽說 在這間巷弄裡面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髮型師 因為他太厲害了 他自己 你知道我有多厲害嗎 多厲害 他獨自從蘭嶼 到頭領自己打 那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蘭嶼 可能要先游泳 不是啦 不是 那我們等一下去哪裡找他 先不要找他 首先我們要歡迎 一個重要的來賓 對齁 我們今天還有什麼 體驗大來賓對不對 我們一起來歡迎我們的 小美如雪瑞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東馬蘭的盧學瑞 今天很開心能來到路易 但是剛剛那個手是怎麼回事 直接直接把我們彈開了 是怎麼回事 不是啊 因為畢竟中將級的來賓 還是要站在C位吧 對對對 自己講 不是 可是剛剛我們那個小琴琴啊 他有講 他今天特別想要 站在C位 真的喔 對啊 那要懂得講啊 來 謙虛一點 謙虛一點 現在我們就 123 出發 嗚嗚嗚嗚嗚 我們在哪裡 江落在哪裡了 江落在哪裡了 江落 不可能連你都不知道吧 你帶我來 欸 就是瑞亞的 瑞亞老師的工作室啊 謝謝各位将 тут 歡迎我們的瑞亞老師 齡嗚嗚嗚 劉哔抱 絕對是 哪兒 各位認真的 音樂 音樂 我是那個 的意思就是我的 親子的名字 我現在是一個阿嬂了 哦 有Angel 再來 沒有啊 怎麼有那麼年輕的 今天就是來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那個 就是很大的責任 聽說呢 等一下你要幫我們其中一位 做一下頭髮的體驗對不對 對 我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 我來賓欸 不就是要用我嗎 因為要體驗瑞亞高超的那個技術 我想說我們這種男生的頭髮對他來說太怎麼樣了 太容易了 今天我們取得一個 他的髮質是非常糟糕的 你敢講 有到糟糕這樣 因為我聽說他好像 好像有聽說七天沒有洗頭了 我們就是要找這種的 歡迎法娜 哇 特頭髮真的很糟糕欸 也還好啦 也還好啦 其實自然捲很漂亮 自然捲 本頭髮真的是七天沒有洗你剛碰了 我最喜歡有味道 法娜因為她是個孕婦啊 有七天沒有洗 今天沒有洗髮 像我這種特別糟糕的髮型 還有你看 味道 我味道 還有玄花 還有玄花 然後又自然捲 然後因為現在孕婦就是洗頭不方便 喔 而且未來還要待產還要育兒 頭髮一定要很好整理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有一個很好整理 但又有新的髮型 阿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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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瑞老師我們剛剛沒有講到啦 就是因為剛剛你們已經有討論到就是 可能這位孕婦 孕婦髮膜 對有髮質上的問題 然後自然捲的問題 小問題小問題 因為她就是 四個步驟 對四個步驟 她會先幫她去角質 她的會有一些就是 乾涉的問題 第一個步驟就是去角質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去清潔 清潔她的頭皮 然後後來回來的時候就是把她 剪頭髮 米的凳 米的凳 對米的凳 然後最後呢就是幫她做 邊髮的動作 先看她的頭皮狀況 像她這個她就是 角質比較厚了 她會有白血 那一般的話我們會有儀器 那因為就是 我們要讓她是做基礎的 那我們肉眼也就看得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做 直接給她做下去 好 不要那麼深沉看到她的毛孔 不要擁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顏色 因為現在 那個天氣又很炎熱啦 所以難免都會這樣子 我們就要分區 分區 我們先從頭頂 對頭頂最上面的地方 老師我幫妳拿 為什麼要先從頭頂 因為她頭頂最嚴重 所以一定要先軟化 顏色 不好意思 要最先治療 把她噴上去 然後一層一層 大概一公分 然後這樣子噴 然後這樣搓 基礎的軟化 她的角質 這樣子 這樣妳OK嗎 那這樣子她的髮 那個角質層就會 剝落 就會對 然後而且是溫和的 溫和的剝落 溫和的剝落 對溫和的 其實有點像我們在洗臉去角質 對 然後這個是液狀的 其實也有凝膠狀的 那凝膠狀的就是 它會比較冰冷 對它來講 會比較太刺激 刺激 對 會公縮 然後這個是在家裡面 自己也可以做的 在用的時候要把它這樣定著 對 那妳們也可以幫我 那妳們還沒戳 好 好 我可憐 等一下是幫她按手禱告 按手禱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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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放到後腦槽的時候 前面會很精彩喔 它會被蓋住 所以在用的時候要把它這樣定著 對 然後這樣子之後就要開始按摩 這個我很會 這個我很會 妳很會齁 妳有固定的手法嗎 先從它的耳後 然後手要放進去 因為我們從這邊它會有穴道 所以就從這邊開始按 好 然後讓它放鬆 好 然後再往上 然後最主要就是這頭頂的地方 可以嗎 很痛嗎 對不起 對不起 一定要掉淚 就剛剛好就好了 因為你看它這邊已經開始有點泛粉了 真的耶 真的耶 然後它就已經有去角色了 脫落 所以它就會比較明顯 它的那個血管啊 泛出來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讓它再等了五分鐘 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去洗頭 好 接下來我們要洗你的污符囉 那你的手 我通常拿這個是唱歌耶 這樣水會太大嗎 其實還可以這樣 這樣可以 然後妳要先試水嗎 試水嗎 如果你很怕這個太刺的話 你可以壓這個 這邊壓下去 這裡 對 壓下去 好痛 嚇我一跳 妳是不是也嚇一跳 沖的時候就從這邊開始沖 那你很怕它噴起來的話 左手這樣子 對 然後這樣 水會可以嗎 可以 舒服 厲害的要來 要抬頭 然後順便從後面 把它的頭這樣 抬起來 然後水就會到它脖子後面 然後如果你想它整被濕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直接往它下面沖 好啊 洗的時候就是從頭頂 然後到旁邊 然後手指對 這樣出 出喔 對 要打開一點喔 打開喔 對 要打開一點 好 我慢慢把妳打開 慢慢 打開哪裡 小美怎麼樣怎麼樣 剛剛直接讓妳去跟瑞雅老師 體驗幫我們的孕婦洗頭的過程 怎麼樣這個感覺 我覺得一開始蠻緊張的 對 因為以前都是被洗頭的 而且我很怕那個水是 真的會把它噴得全身都是 尤其在洗那個背部的時候 要把它的頭 要把它拖起來 對 拖起來的時候 其實很緊張 我算是服務周到嗎 非常好 一到五顆心 妳給幾顆心 請問 五顆心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把它頭皮稍微垂乾 然後再幫它噴一下舒緩 修煉它的頭皮 等一下喔 收得到嗎 後面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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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一摸就知道了耶 通常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髮型師會 給助理什麼建議 跟助理講說就是 要加強洗後面 跟助理講說 換職業了 所以有一個專業的髮型師養成 不是很容易的呢 光洗頭就一個工法 對 要一個時間 才會比較順 我們現在要來 米德德 米德德 只要進行到第三階段 對不對 對 然後它要的那個 瀏海 它是想要短一點點的 等一下瀏海的部分 我們剪到前面的時候 它就差不多快要乾了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 先把它這樣子往前 後面的話 因為我們就是有講 它是想要到 再產的時候 都可以很好這裡 因為它就覺得很多嘛 然後又很糟 所以就是剪 就是差不多到這邊 那這樣也是要剪蠻多的耶 剪蠻多的啊 所以你們可以一人剪一刀 我想要剪瀏海 喔 剪到這裡 這個刀坡 對 它這邊想要短瀏海 喔 一定剪三吋 我知道我們各剪一刀藏鮮好了啦 那等一下就由我們那個 我們的小琴琴 來當這一場的助理 好不好 好 我教你 就是拿剪刀的時候啊 用無名指 然後用大拇指放進這裡 無名指在這裡 然後這樣放進去之後 這裡勾起來 然後這裡輔助這裡 然後這裡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小拇指在這裡 我先示範一點點 好 已經示範一刀 來 觀眾朋友教練們怎麼拿 那個手指擺好喔 然後大拇指這邊 然後無名指這邊 不是啦 無名指要放到這裡 有沒有在聽老師講話了你 是效果 然後這樣 這樣 那個王美手 王美手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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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好 我 很明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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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那麼兇 所以誰呢 你喜歡哪邊 我喜歡在外面 好 那我們就親了 很年輕人 一個在那個瀏海這邊的 好像我這邊根部就落到這樣了 然後我就會拿個兩條或一條 再打一次結 打一次結之後 我可能會掺雜珊瑚邊在裡面 像這種的啊 其實常常是會出現在市集裡面的造型 或者是你去海島 夏天的時候 你去海邊啊 墾丁啊 或是哪裡 他們就會有一個 島嶼的纏繞的變化 夏天髮這個 有特別要選擇什麼樣的毛料嗎 其實羊毛料或是像柱麻 或是像這樣的毛料 都是可以的 那有些人他們還會選沙裡線 喔 這個好酷耶 這個很酷耶 這個跟你要買家的感覺 對 那像你在那個美髮這個行業啊 就是剛剛有講到一些了嘛 那你在這個行業你覺得 如果新進的青年 或是原住民青年想要從事這個行業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的話想給他們 嗯 其實最主要是你要有興趣 興趣很重要 因為它會維持著你要不要繼續前進 如果你今天沒有興趣 你是想要很漂亮 但是你沒有興趣的話 你會學得很辛苦 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那你最近的那個 髮型作品是哪一個 髮型作品就在你頭上啊 怎麼會自己置入 自己置入 不欣欣笑 我會幫你置入耶 很棒耶 你們完成了 像老師你這樣子 就是 美髮跟手工藝的結合 那剛剛老師你有提到說 像你有在外面教課嘛 有學習一些就是作品 對不對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有就是在教授 或是你自己有在做什麼手工藝 自己進修的有 就是織袋跟織布 這是織袋 是這種嗎 對 這是織袋 然後這是 斜紋織 這是我們 就是像我們來語有 就是網狀的袋子 對 然後我們 是專門就是我們 以前是要去海邊 然後撿貝類啊 然後男人去打魚 放一些小的魚 然後我把它縮小 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就是 皮夾 然後我把它做成這樣子 對 我看到這個非常有的 有感覺 因為這很像我們泰雅組的那個 織紋 這是餐袋啦 喔 餐袋 對 有些人他們買來 他們不是這樣 有些不是這樣用 就把它當筆帶或化妝包 然後就會要求我在上面 測一些可以放的這樣 就是可以放一些袋子 對 好那瑞老師 我這邊有一個想問你 就是 請問問一下 你外來的規劃是什麼 我現在走的 就在我的規劃上面 像我之前一直很想要 就是把 可能我的服裝設計啊 然後剪頭髮工藝 全部都一起就是 設計類的 對 甚至我學的東西 我也想要傳下去 做一個傳承 我們剛剛都有體驗到 對不對 其實在我們眼裡 很簡單一個動作 如果我們髮型師在幫我們弄啊 什麼 我會覺得很簡單 但其實真的不是 那個力道 跟整個手感 的拿捏也很重要 在看那個理髮師 在很迅速的 在幫他剪頭髮的時候 雖然 看上去現在非常簡單 但是我從剛剛拿刀的時候 就知道那個 喔 那真的是功夫 其實說從洗髮 然後到剛剛那個剪髮 算之後剪一刀 然後到剛剛編髮的 那個參與過程 以前我都是屬於那個 比較享受的人 然後都覺得說 我們都會 很有信心的 交給我們的造型師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他其實也是花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然後真的是從助理 開始慢慢的去建立 他的自己的手感 他的自信去 非常厲害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不安交給他們 對 然後呢他讓我們美美的走出去 對 那皮膚有滿意嗎今天 OK 他比讚了 好啦 那接下來還有幾集會帶 我們桃園的原住民不同的產業 讓大家來看看這樣子 是的 那我們就要跟大家說再見囉 How are you doing 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